主席、市長、處長、各位官員大家好 請一下我們市長還有處長 請黃處長跟歐處長 四位好 兩位好 處長 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病人很辛苦 去看醫生 看到醫生的時候就跟醫生說 醫生啊醫生啊 我辛苦很痛很辛苦 醫生說 你這稍微事情而已 沒什麼大嚴重 就這麼跟他講 他聽了很高興 但是背後呢 有一個護士站在那邊 聽到醫生講這些話的時候 他在搖頭了 我不知道你有聽過這個故事的意思嗎 就是叫做什麼 醫生沒聽病人在嗨 這重點就是什麼 你們今天提出這個 要修正的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你們裡面報告什麼 目的是什麼 提供完善的生活機能設施 吸引海外台商回台 提供完善的生活機能設施 提供完善的生活機能設施 這樣就可以了 提供完善的生活機能設施 是包羅萬象咧 對不對 也不是設置一個所謂的實驗中小學 這一次 這一次的意思啦 這一次意思主要針對實驗中小學 是啦 所以 我要告訴你 你們紀元的公司要提供所謂的 提供完善的生活機能設施 那怎麼又會是變成只是實驗中小學 對不對 對不對 市長 我們 出口區 我們加工出口區 我們的定位 到底現在是在哪裡 以前我們都很清楚啦 替台灣賺很多錢啦 但是世界各國現在都在競爭啦 我們一定要迎頭趕上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要迎頭趕上 不是是所謂的轉型 是只是說 我就要多設一間那些學校 還是說我多設一間便利超商 好 這樣大家先我集金人進來 我跟 市長 如果是真的這個想法 我跟你說 這是不切實際啦 沒幫忙啦 台商要回來 外資要來台灣投資 他是要看所有的整體環境 如同你講的 或許這是一小部分而已啦 但台商要回來台灣投資 或是外資要進來 他考慮的就是這個生活機能嗎 不對吧 這個當然是其中一小部分啦 不是一小部分 是非常小的部分 原本說一句比較難聽的啦 你沒有實驗中小學 他也是會來啦 是在於投資環境 他能回來做什麼 簡單說 台商要回來 外資要來 外資要來目的是什麼 賺錢嘛 對不對 對 在我們的立場我們要叫台商回來 我們要叫外資回來目的是什麼 也是希望可以提供我們的就業人口 希望可以讓我們錢和稅收 改善我們人民的生活嘛 對嘛 這都最基本的嘛 所以我講 我們的工業 我們的加工出口區這邊 我們現在的定位到底是什麼 到目前為止當然是 還是以出口為主 現在 好 我想請問一下次長齁 我們現在我們先針對台商 台商回流 你現在台商回來萬年有幾項 比例高不高 我想我們希望的是 一部分 不是全部齁 這個如果是大量生產的那一部分 大概台灣現在生產要素不夠了齁 所以 所以大量生產的不要 還是說勞工密集的我們不需要 不是 所以我們要比較這個 在適量產那個部分 適量產的部分 對好 適量產的部分 你希望他們回來 我說過 他們要回來嗎 他們要回來嗎 我跟你說啦 你剛才說大量產的不要 因為大量產的可能需要勞力密集嘛 可能比較多工人嘛 我跟你說啦 我如果大量產的我也不會回來 為什麼 因為 中國大陸那邊 接受流的比較少 他們的工資比較少 我猛到 在那裡可以請三個 在那裡請一個 我不會嘛 啊你說適量產 好那適量產的 你說的所謂的適量產的是什麼 是什麼產業 適量產的是什麼產業 目前當然是以這個電子衍生出來的相關齁 像機械啦 也是加工嘛 對不對 相關的為主啦 所以嘛 我要講了 我們能轉型嗎 我們能升級嗎 不是 我們是在講加工出口區這一塊 是 所以我一直告訴我 我們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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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讓我們台灣 經濟部是台灣的經濟龍頭 是帶領著一個大方向 走去加工出口區 要收這個東西 我都一直認為說 我們是政策要走在頭前 你要有十足的充分準備 而不是為了應付而應付啦 齁 我們說賺不會啦 我說的 現在市場要回來有很多 是為了在大陸做不下去啦 我說我還回來台灣有啦 這是一種啦 還有一種是說 我賺到錢 我是資金回來而已啦 這叫資金回流啦 對不對 啊一種是真的不按本的 我出去打拼 我還回來 我來台灣 總部在這裡 我希望台灣好 所以 有那種類型的 所以 我們一直在講 今天 經濟部 我們這個加工出口區 我們的定位 是要跟以前繼續一樣 還是保留著以前的傳統 還是說 要能跟國際接軌 我們要創造一番新的 像剛才你們在講的 要設實驗中小學 剛才黃委員也說過 我們的大兄弟 要討他們的文化和議員啦 這種問題 真的有夠多啦 來在這裡我們要搞什麼 來在這裡要搞什麼 還是以我們這裡 教育部規定的這個為主 是啊 所以我說過 這種的屬意 有牽扯到政策面的很多問題 今天去 我一直在爭執的一點就是 你們今天去 是買來說 會希望可以 夾給外省 或台省 或回來 所以才會修這個條例嘛 但是你們今天去 帶來刷變成 只有一個 類似是只有一個 主要的就是要設施 那 現在 裏正部也在鼓勵大家 鼓勵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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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口號一百萬 好好設下去 是有幾隻幾人要討 那外省 真的外省 真的外省回來 還是台省回來 他們的孩子真的生 比我們這裡在地比較多 到底鐵區路邊生的比較多 做事的生的比較多 吃頭路都沒有生 因為做事的嘛 鐵路邊的大家比較容易 對不對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期許的是什麼 我們加工出口區 我們現在到底的定位 要扮演什麼角色 真的要把它整個提升轉型 這才是最重要的啦 是委員說得非常正確 那這一次我們加工出口區 四個主要修正的重點 其實 比較沒有從整體 改 改善它定位的角度著手 因為這個是 比較執行面碰到的問題 所以我常常講 我們加工出口區 未來發展是要怎麼定位 那我們的政策方向在哪裡 你們裡面現在看 出租率 剩什麼 剩中港園區 屏東園區 軟體園區 成功物流 剩的都做出來了嘛 對不對 這將來也有可能在 新區在開發 所以我們這個 對未來這個 新區在開發 產創條例過了 不用再新興開發了啦 人家就自己用了 人家要讓你政府 百手 你在騙整個不吃水 比較困難的 我去客家 你看 市長上委員在找 我經常去 我自己有載條 殘創過 我自己開了 我自己用一個園區 我可以讓你們經檢步 讓你們來給我幾點 百手 對不對 我還可以自己 圍圍圍圍圍圍的 連天還可以去家賣人 好 有得好 一減期五檬拉 小褲 可以讓你們百手 所以我們要講的 不要多頭馬車 政策不明 定位不明 切身不明 這才是最怕 也是最遺憾的事啊 所以在這裡 我要跟次長跟處長講 我們要好好的 就是提升整個我們的一個轉型 還有我們未來的努力方向 政策要清楚嘛 不然你們只是說 一個改善生活機能 台商就會回來 外資就會回來 在搞我騙 不要跟我有錢 我就說我們去一間很好的學校 我今天來加長 我還要報名爸媽 上我的學生在那裡 在那裡 在你們的實驗中小學 你們的競爭怎麼比人家還好 沒有啦 所以重點不是在於這個 重點是在於整個政策面 齁 主長啊 大家非常加油 好嗎 謝謝